大家好,我是阿胖,今天用黄金红薯做一道美食,黄金红薯去皮之后,切成薄片备用,这一根我只用了半根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,开大火蒸熟就可以了,之后凉的时候,在里面打入两颗鸡蛋,之后放到料理机里面,再加入大约30毫升的牛奶,搅拌成泥,准备红薯泥350g 加入3g酵母,小麦面粉400g,倒入红薯泥,搅拌成续状,这样揉面的时候才不粘手,揉成光滑面团,盖上保鲜膜,放到温暖的地方,发酵至体积两倍大,手指戳动,洞口不回缩,说明面团发酵好了,之后取出来,揉面排气,再分成小剂子,像做馒头一样,把每个小剂子搓圆,之后 按扁,盖上保鲜膜,二次发酵,二次发酵好的状态就是拿起来,你会感觉到手感明显发青,电饼铛选择馅饼模式,不用刷油,放入发酵好的面剂子,盖上盖子,大约焖四五分钟,之后翻个面,其实电饼铛两面都可以加热,不用翻面,但是还是不由自主的想翻面, 翻过面之后,盖上盖子,再焖三分钟,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检查下,用手按压,如果能够迅速回弹,说明内部组织已经熟了,如果回弹慢,还需要继续焖,大概再焖三分钟就熟了,红薯馒头这样做,简单又好吃,我们可以看到,非常松软,而且口感酥脆,喜欢的话就试试吧